大家平安 我是南京东路里外堂的李培莉长老 今天我们要进入《猎王记下》四到五章 这段经文记载先知以丽莎的侍奉 有各种充满能力的启示 以丽莎的故事和以利亚的故事有些类似 借着许多的神迹 在北国离弃神的那黑暗时代里 凸显先知侍奉耶和华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也训练许多年轻的先知来服侍 以利沙的神迹有行在先知门徒之中 像是为寡妇增加油的分量来解决寡妇的债务 以及在饥荒中用面粉解食物中毒 有接受大户书念的妇人的接待 让他怀孕生子 小孩病死从死里复活 还有用二十个饼喂饱一百个人 以利沙所行的神迹 更是从北国扩展到外邦亚兰 以利沙医治长大麻风的乃曼 更让这位亚兰王元帅承认以色列的神是真神 并决定他只要敬拜上帝 与此同时 以利沙的仆人 基哈西却私下收了乃曼的礼物 被以利沙责备 并遭到咒诅 感染大麻风 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一段经文 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 你仆人我丈夫死了 他经为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 现在有债主来 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 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 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 没有什么 你去 向你众灵社借空器皿 不要少借 回到家里关上门 你和你儿子在里面 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 倒满了的放在一边 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 关上门 自己和儿子在里面 儿子把器皿拿来 他就到油 器皿都满了 他对儿子说 再给我拿器皿来 儿子说 再没有器皿了 油就止住了 妇人去告诉神人 神人说 你去卖油还债 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 一日以利沙走到书面 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 一日以利沙来到那里 就进了那楼躺卧 以利沙吩咐仆人吉哈西说 你叫这书念妇人来 她就把妇人叫了来 妇人站在以利沙面前 以利沙吩咐仆人说 你对她说 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 可以为你做什么呢 你向王后元帅 有所求的没有 我在我本乡 安居无事 究竟当为她做什么呢 吉哈西说 她没有儿子 她丈夫也老了 再叫她来 于是叫了她来 她就站在门口 明年到这时候 你必抱一个儿子 神人 我主啊 不要妙妻吼婢女 妇人果然怀孕 到了那时候 生了一个儿子 正如以利沙所说的 孩子渐渐长大 一日到她父亲 和收割的人那里 她对父亲说 我的头啊 我的头啊 她父亲对仆人说 把她抱到她母亲那里 仆人抱去 交给她母亲 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 到晌午就死了 她母亲抱她上了楼 将她放在神人的床上 关上门出来 呼叫她丈夫说 你找一个仆人 给我牵一匹驴来 我要快快地去见神人 就回来 今日不是月朔 也不是安息日 你为何要去见她呢 平安五世 于是背上驴 对仆人说 你快快赶着走 我若不吩咐你 就不要迟慢 妇人就往嘉密山 去见神人 神人远远地看见她 对仆人鸡哈西说 看哪 书念的妇人来了 你跑去迎接她 问她说 你平安吗 你丈夫平安吗 孩子平安吗 平安 妇人上了山 到神人那里 就抱住神人的脚 吉哈西前来 要推开她 神人说 有她吧 因为她心里愁苦 耶和华向我隐瞒 没有指示我 我何尝向我主 求过儿子呢 我岂没有说过 不要欺侯我吗 以丽莎吩咐 吉哈西说 你竖上腰 手拿我的账前去 若遇见人 不要向他问安 人若向你问安 也不要回答 要把我的账 放在孩子脸上 我指着永生的 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起誓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 以丽莎起身 随着她去了 吉哈西先去 把账放在孩子脸上 却没有声音 也没有动静 吉哈西就迎着 以丽莎回来 告诉她说 孩子还没有醒过来 以丽莎来到 进了屋子 看见孩子死了 放在自己的床上 她就关上门 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 她便祈祷耶和华 上床 伏在孩子身上 口对口 眼对眼 手对手 既伏在孩子身上 孩子的身体 就渐渐温和了 然后她下来 在屋里来往 走了一趟 又上去 伏在孩子身上 孩子打了七个喷嚏 就睁开眼睛了 以丽莎叫吉哈西说 你叫这书念妇人来 于是叫了她来 将你儿子抱起来 妇人就近来 在以丽莎脚前 俯伏余地 抱起她儿子出去了 以丽莎又来到吉甲 那地正有饥荒 先知门徒坐在她面前 她吩咐仆人说 你将大锅放在火上 给先知门徒熬汤 有一个人 去到田野掐菜 遇见一颗野瓜藤 就摘了一兜野瓜回来 切了 搁在熬汤的锅中 因为他们不知道 是什么东西 到处来给众人吃 吃的时候都喊叫说 神人啊 锅中有至死的毒 所以众人不能吃了 拿点面来 就把面撒在锅中说 倒出来 给众人吃吧 锅中就没有毒了 有一个人 从巴利沙里沙来 带着出熟大麦 做的饼二十个 饼心碎子 装在口袋里 送给神人 神人说 把这些给众人吃 仆人说 这一点 岂可摆给一百人吃呢 你只管给众人吃吧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众人必吃了 还剩下 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 他们吃了 果然还剩下 正如耶和华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第五章 亚兰王的元帅 在他主人面前 为尊为大 因耶和华 曾借他 使亚兰人得胜 他又是大能的勇士 只是长了大麻风 先前 亚兰人 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 于是 乃曼带银子 十他连得 金子六千 摄克勒 衣裳 十套 就去了 且带信给以色列王 信上说 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 你接到这信 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 以色列王看了信 就撕裂衣服说 我岂是神 能使人死 使人活呢 这人竟打发人来 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 你们看一看 这人何以寻惜攻击我呢 神人以利沙 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 就打发人去见王 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 可是那人到我这里来 他就知道 以色列中有先知了 于是 乃曼带着车马 到了以利沙的家 站在门前 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 对乃曼说 你去 在约旦河中沐浴气回 你的肉就必复原 而得洁净 乃曼却发怒走了 哼 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 站着求告耶和华 他神的名 在唤处椅上摇手 治好这大麻风 大麻色的河 亚巴拿和法尔法 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 更好吗 我在那里沐浴 不得洁净吗 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 他的仆人进前来 对他说 我父啊 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 你岂不做吗 何况说你去沐浴 而得洁净呢 于是乃曼下去 照着神人的话 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 他的肉复原 好像小孩子的肉 他就洁净了 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 回到神人那里 站在他面前 如今我知道 除了以色列之外 普天下没有神 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 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我必不受 乃曼再三地求他 他却不受 你若不肯受 请将两骡子驼的土赐给仆人 从今以后 仆人必不再将 梵祭或平安祭献于别神 只献给耶和华 唯有一件事 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 我主人进灵门庙叩拜的时候 我用手掺他在灵门庙 我也屈身 我在灵门庙屈身的这时 愿耶和华饶恕我 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 乃曼就离开他去了 走了不远 神人以丽莎的仆人 基哈西心里说 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 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我必跑去追上他 向他要些 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 乃曼看见有人追赶 就急忙下车迎着他 说 都平安吗 都平安 我主人打发我来说 刚才有两个少年人 是先知门徒 从以法连山地来见我 请你赐他们一塌连得银子 两套衣裳 请兽二他连得 再三地请兽 便将二他连得银子 装在两个口袋里 又将两套衣裳 交给两个仆人 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 到了山岗 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 放在屋里 打发他们回去 基哈西进去 站在他主人面前 伊丽莎问他说 基哈西 你从哪里来 仆人没有往哪里去 那人下车 转回迎你的时候 我的心岂没有去呢 这岂是寿银子 衣裳 买橄榄园 葡萄园 牛羊 仆壁的时候呢 因此 乃曼的大麻风 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 基哈西从 以丽莎面前退出去 就长得大麻风 像雪那样白 在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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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